一名孕妇目前怀孕5个月,之前因为热中暑就医,医师于是建议调降冷气温度到摄氏24度,想不到丈夫,寸度不让,坚持冷气要维持在27度,只允许妻子搭配电风扇使用,双方为此爆发争执,妻子甚至脱口说出,我们离婚吧。 孕妇在脸书社团,匿名二公社,发文表示,丈夫因为认为调降冷气温度,很耗电,所以要求她改成冷气搭配电风扇,但这样吹久了会造成她痛头和身体发抖,但如果电风扇不止吹又很热,于是她再次向丈夫提出调降冷气温度,不过从24度改成25度。 丈夫仍然坚持这样太耗电,决定再加一台电风扇给妻子,妻子傻眼表示,可是真的很热,直吹头又很痛,要不然我回娘家睡,丈夫不满,你一直回娘家,我这里对你那么不好吗? 妻子强调家里对她来说实在太热,也担心小孩出生后也很热要怎么办? 想不到丈夫表示,我会把婴儿床移到冷气下面直吹,如果还热我再买一台电风扇吹小孩,这番说法让妻子心痛脱口,我们离婚吧!